也许明天没有谁 陪我走过潮汽潮落 本教程由威风银制作 学唱歌向威风银 大家好 我是威风银的高级声乐指导老师浩铭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在前几节课中我们学习的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学习了 如何科学合理的去运用自己的气息 那么之后呢 在学会了气息之后 我们就应该考虑 让它更好的去配合我们的发声 那么在我们有了正确的发声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想 怎样让这个声音更好的传出来 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传声 什么是传声呢 就是当你的声音发出来 然后传到你的体外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经过的路径 那么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去刻画这样的路径 去规范这样的路径 不让它走错位置 走错通道 而有很多朋友在唱歌的时候呀 发现自己的声音并不是那么好听 或者说达不到你想要的要求 不够通透 或者说不够丰满 又或者甚至很奇怪 那么也许啊 你就应该考虑 是不是你的传声出现了问题 那么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啊 昊明老师将会带你学习一些传声的知识 传声的技术动作 有很多人唱歌 他们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够通透 有一种出不来的感觉 比如说我发一个声音 好像啊 这个声音就闷在你的口腔里 有一些出不来 那如果我这样去做 是不是觉得我声音出来了呢 那其实很简单 我只是默默的 在你看不到的情况下 应用了一些东西 是什么呢 其实我平时啊 会比较喜欢练这个动作 就是 哎 很奇怪对不对 就是惊讶的动作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练习一下 惊讶的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处呢 本来我发一个声 那么我带上这个动作 你会觉得你的高位置变好 是不是呢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一下 首先 然后带上你的惊讶的动作 一下子高位置就好了 那么在唱歌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运用它 当然高位置好 它也有利于我们去唱高音 为什么 因为高音啊 它代表传声的高泡路线 高频 所以当你高位置做的好的时候 你这个高音啊 就顺理成章的会好一些 比如说我发一个 再去升高一个 会觉得其实喉咙有点用力 比较吃点声音 有点往前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去做高位置 然后高位置 会顿时觉得轻松很多 这个就是高位置的一个作用 那么除了惊讶的动作 有的朋友不喜欢做这个动作 或者说做的不是很好 那么我们可以去换一个 其他的动作 什么动作 臭鼻子 再来一遍 当然有很多朋友 会用鼻孔放大的感觉 去带动这个动作的产生 这就是不好的 我们应该用鼻翼两侧的肌肉 以及颧骨附近的肌肉 去带动这个 咒鼻子的产生 再看我做一遍 本来我发一个 然后去咒鼻子 高位置也是突然好了 而且你会觉得这个声音 更加的往外 更加的靠前传出来 而我们的话筒 就是放在前面 所以它能更好地到达10吟 再来一遍 那么长期去做惊讶的动作 或者是咒鼻子的动作 一定会让你的高位置更加好 那么如果你嫌这两个动作特别丑 你说在舞台上去做这个动作 好像不是很雅观 那么不要紧 只要你长期去练习 那么你一定能自然地寻找到这样的通道 而不必要再去做这样的夸张的动作 那比如说 我去唱一首 让未来到来 让未来到来 让过去过去 做到谈何容易 哎 好像也不错 但是能不能更好呢 那么我先 做一下惊讶的动作 然后再做咒鼻子动作 然后去发声 让未来到来 让过去过去 做到谈何容易 是不是声音一下子不一样了 丰满了 立体了呢 这就是高位置带来的好处 那么每天坚持10分钟 20分钟甚至是更长时间的练习 你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生活